2015年2月1日21点54分刘芳村讲师详细解说 十二英元与四圣地感谢各位前贤们提供文字党 文字仅供参考若有误谬 要一流讲师讲课原因为主 十二英元各位有听过吗? 有没有详细研究过后学把十二英元稍微提一下 让我们都有印象 各位前贤我们为什么会老会思考上问题很宽广哦?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有生 我们有生就会老就会死 所以会老会死原因就是生 那我们为什么会生? 我们为什么会出生在凡尘? 也就是造也 有业了我们才会生 有生才会老才会死 所以生的最大原因就是造业 在十二英元来讲叫做有 那个名词叫做有 有业了 那我们为什么会造业无名? 不要一下子就想到最源头的无名 中间的过程都很围细 我们都要知道 之所以会造业 就是取舍就是我们有取又舍 取舍才造业 因为造了业才受生 因为又生了以后才会老才会死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有取舍 在十二英元就叫取 那为什么会有取舍? 为什么我们喜欢的都想拥有? 不喜欢的都排斥 为什么这样一定要追到它的根源? 就是爱跟讨厌 爱就享用唯一有 讨厌就推开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喜欢讨厌? 就是因为我们有受感受 外界给我的遭遇我感受到了 所以我产生喜欢产生讨厌 各位前前为什么有受? 因为我们有接触 有接触才有感受 感受才喜欢讨厌 喜欢讨厌才取舍 取舍了以后 已经也造成了 才要受生 有生了才会老死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接触? 就是因为我们有六根就是六肉 那为什么有六根六肉? 就是因为我们有明色 明就是没有形象的状态 色就是身体 那为什么会有明色? 就是因为有事 那为什么有事? 就是因为有形 为什么有形? 就是因为有无明 所以 这才是一个开头 无无明 本来就没有无明 无明就是不知道真理 不知道真理就是无明 好像讲出来的名词离我们很远 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 各位前前我们有没有起心动念? 有 起心动念叫做不觉 不觉叫做无明 爱有我起心动念 那个就是无明 老死生 老死生 又取爱 受处 六肉 明色 是行无明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我们要能够掌握自己的起心动念 你又起心动念了 就是不觉 不觉 就是从佛性出来 佛性是觉 那它现在不觉 才起心动念 所以就叫无明 那因为无明 然后原行 无明了以后 不管是时间 不管我们的心 整个都在行 都在走 都在走 都在动 没有停止的 然后行就原事 这原事就已经牵涉到我们上一生 我们前世有跟随相 现在就是债务还没理清 有的是人家欠我 有的是我们欠人 那个就叫是 然后因为有事 个时候在我们的现象里面 我们一过世以后 我们的中英生是过世以后 会去我们该去的地方报到 可是要来头开始后 也是中英生先来 中英生在从地狱出来的时候 看整个大地都好像墨水黑色一片 那只要跟它有缘分 就是相欠债 就有一道道亮光 中英生就会朝着 个亮光直接虚复就是 赶快到那个亮光的地方 个时候亮光的地方就是 他的父母亲正在清热 他就赶快猴入父亲母血 当成他的身 所以母亲就怀孕了 那怀孕的时候 个叫做 明色明就是精神状态 色就是已经凝结有形有象的胎儿 你有怀孕了以后 经过286天就会生 在这个开始就怀孕了 在这个开始就怀孕以后 慢慢长成 长成以后 他就会聚被六入六根 然后到时间到了 我们说十月 我们说十月 其实286天 280天左右就出生了 出生以后就跟凡尘接触 所以小孩子生下来 假如不哭的话 这小孩子不会活 所以生下来 现在有很多他已经轮回太久 智慧又比较高 他不哭 凡尘这么哭过不来 所以一往住尘是一定会发生出来的婴儿 两只脚抓起来 让头朝下打他的屁股 打他屁股的时候他就哭了 哭的时候婴儿就活了 哭的时候零才静 虽然说他的第八阿赖也是头胎就来 可是一生下来一哭 灵才进来 才会有过一生 有生一直到长大到老死 就一定是这样经过 所以你跟凡尘接触了 接触以后就慢慢长大 长大以后 你的感受就特别强烈 那一种喜欢讨厌很强烈 所以从处 然后接受爱取舍 到取舍以后 也已经形成就要有 你既然造了业 就要生就要老死 所以 个叫流转门 一直延延不绝在流转 那我们修道 我们可以海灭 海灭就是我们已经落入凡尘 已经在现象之中了 现在我们从那个地方改变从手 我们研究真理 知道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假的 所以我不受 我不接受让它进入我内心 是来则因 是去则进 都是用真理来应对 我们不受了 我们不受了以后 各位前前就可以想想 会不会产生喜欢讨厌 不会 不会 没有喜欢讨厌就不会有取舍 你没有取舍不会造业 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 所以 这是一个固定的道理 一定的不会变 我们了解可以海灭 可是 我们一定要在心地做功夫 从心性做功夫 我们对凡尘给我的一切遭遇 我要了解那个都是因缘聚会才呈现 因缘消失就没有 所以都是假的 那既然了解到它背后的因缘 我们就不住将所有的受给我 我去应对都是恰到好处就是跟到相合 我没有落入喜欢没有落入讨厌 没有落入讨厌喜欢 我们就没有取舍 不会造业 这一定要自己做的 别人没办法代替 你只要都不造业 会不会受苦 不会 不会了 因为没有原因把你推去受苦 所以我们追着个十二因缘 为什么要跟我们讲没有无名 就是时时刻刻我们都在觉 所以没有无名 我们现在有没有都有了 所以要到那个无名境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没有无名就没有老死 因为有无名就一定会有十二因缘 是一个连带一个 是一个连带一个 一直无名缘 情缘 是缘 名 色缘 六 如缘 处缘 受缘 爱缘 曲缘 有缘 生缘 老死 我们 了解 十二因缘 就是让我们一直轮回在凡尘受苦的原因 我们从真理解脱 所以 叫做 心经 心 让我们可以回归到本位 无苦其灭到 个 就是四圣地 四圣地 可能各位也都有听过这个名词 个 它是有三转 十二行法轮 就是 是相转 劝修转 做正转 个 苦其灭到 苦就是 我报 其 就是 是缘 因 灭 也就是修到以后到极灭的过 报 修到是缘 因 都是 先 讲 我再 讲 因 是相转 此事苦 逼 迫 幸苦 有逼 迫 一定要去接受此事迹 招 感性 我们感受了以后 被它招手 然后我们中了也 即就是我们造也 很多的业集合在一起 此事灭 可正 请就是你可以正悟到即灭 就是恢复我们的本来此事道 可修请 各事事相转 劝修 转此事苦 辱因之 此事 及辱因断 此事灭 辱因正 此事道 辱因修 有没有 劝修 劝我们 怎么样修 做正 做正 转 然后到最后 已经正悟了以后 就已经此事苦 我已知 此事急 我已断 此事灭 我已正 此事道 我已修 所以 这三转 十二法 轮 就苦 其灭 道 各位有没有 听 过 没有 我们真的 还是一跳 就跳得很高 这都是一些修道的基 本 我们基 被认识 可能都还没有经过 我们就直接跳到佛地了 以上节路 自留讲师解说 清经部分内容 非常感谢天恩师德 佛佛恩师慈悲 开设 请理清法班 诸佛菩萨慈悲 诸多的因缘聚会 留讲师慈悲传达解说 最上乘佛法书圣 以及感恩各位前前提供分享 感恩师方诸佛供养 应用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henatdrive.live.com slash it equals 93F6CB 70 149 to 1059 and it equals 93F6CB 70 149 to 1059 percent 21105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ww.facebook.com slash notes slash 848 trillion 229 billion six six hundred six hundred ninety-one million nine hundred eight thousand three hundred sixteen slash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ww.facebook.com slash profile.php it equals 100 trillion 347 million 71 thousand 135 and hc underscore location equals ufee two two the two one two f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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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